哈喽各位老伙计,我是你的院长,走南 今天是一期科尔鸭跟花枝鼠的互动视频 本系列视频旨在探寻两种社会性比较强的群居动 能不能发生一些奇妙的总监交流 一切非常规操作均在人工管控之内 但尽管这样不建议大家模仿哦,不要模仿 以视频中它们展现出来的水性 我甚至觉得这个花枝鼠更胜一筹味 你看它游得特别的丝滑 它的尾巴居然还有这种作用哎 就像鱼一样 虽然看着是特别可爱吧 但是没有经验的同学 千万不要让你的花枝鼠游泳哦 其一就是它的耳朵可能会进水 你需要把它擦干 其二它跟鸭子不一样 它是没有办法飘在水面上的 它只能靠不停的游动来推进自己的身体往前 所以说这种情况呢 一旦它累了就会呛到水甚至沉底 毕竟人工繁育了这么多代了 就它跟它老鼠中南方老鼠之间的生存能力 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它不停的扒鸭子 应该也是为了歇一会儿 就为了它的安全考虑 还是赶紧把它捞出来吧 现在已经把它们都洗干净 而且吹得砰砰松松了 给你们感受一下 它们仨有多么的黏糊 这个花枝是大会耗子的闺女 我说从它没睁眼开始就把它掏出来 然后带回家人工哺乳了 也就是它这辈子都没有见过它的同类 一睁眼看见的就是人类和刚破壳的小鸭子 它们三个一天有一半的时间是待在一起的 就头靠着头睡觉啊 然后这个耗子特别喜欢钻进它们的肚皮底下 就获得这种羽绒被体验 我们北哥在后面摇摇地看着它们 非常的稳重 我感觉这个小耗子应该是把鸭子当自己的同类了 因为花枝鼠的社会制度是那种等级严明的 它们表达臣服的方式呢 就是钻到别人身子底下被压着 你看这不就主动变成屁股垫了吗 提醒你们千万不要用成年花枝鼠来做这种大死 那啃开鸭子脑壳吃脑花那是分分钟的事 但如果是成年鸭鸭VS成年花枝 到底谁会更胜一筹呢 这个还是个未知数啊 它们毕竟还没有长大 不过你们可以下个座啊买定离手 觉得鸭鸭会更厉害的呢扣一 觉得耗子会更厉害的呢扣二 几个月之后我们再看它们的地位孰高孰低 天哪 这个拥抱也太可爱了吧 米老鼠与唐老鸭成不起我 我本来直接想叫它们米老鼠跟唐老鸭的 但是我也害怕是吧 某某公司的法务部做完了核酸检测之后出现在我家门口 所以就叫米老鼠跟唐老鸭吧 正好还形成了这种逻辑关系 是吧 完美 之前我有想过就干脆把它们养在一个箱子里 看看行不行 后来发现其他倒是还好 就是这个吃饭喝水太要命 鸭子吃饭基本上就是在凉碗里面先叼一口凉 然后马上挪到水碗的里面 在里面叭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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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竖进去 但凡是被这鸭子碰过一口的水 基本上变成了那种黄褐色的乳酌液 然后目前用的是保温箱嘛 就挂不了水壶 这个耗子就特别嫌弃他们俩喝过的水 还有就是他们现在吃的那个鸭梁 是那种很碎的颗粒状的 就有一点像尿沙 于是迷倒鼠就非要去糖倒鸭的饭盆里 解决一下自己的个属卫生问题 而糖倒鸭对迷倒鼠的饭呢 就是更有兴趣了 遇见那种很大的颗粒 它吞不下去的 它就会把它啄一啄 然后扔到地上踩 跟自己的粑粑混合在一起 还有之前我给迷倒鼠准备的那种鸡鸭肉的夹餐 我本来是必须这俩鸭子的 不想让它们看见 结果它们活生生的跨越了一个客厅的距离 找到了迷倒鼠正在吃饭那个碗 开始疯狂的抢 我看评论区里有人问 就说当着这个小鸭子的面吃肉鸭 它们会不会有心理阴影 我觉得它们非但没有心理阴影 甚至自己也要去尝一尝 目前就我观察到的而言呢 这个花枝鼠跟鸭鸭的生活习性 还是相距甚远 一起养是有点悬 但是一起玩还是可以的 而且这个花枝鼠从眉睁眼开始 就人工哺乳的效果相当的神奇 它应该是目前我养过 所有花枝鼠里面幼年期最亲人的一个 但是代价就是相当的麻烦 需要掐着点定着实的去给它喂养奶 大家基本上是从满月开始养的嘛 就只要是多抓它 多跟它互动 其实效果也是很不错的 但是一个月以上的花枝呢 除非是你认识的知根知底的人养的 否则就不建议接手 养一只养不熟 而且可能会咬人的花枝 其实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特别是花鸟市场上那些 很多都是饲料鼠里面挑几个 相对长得好看的当宠物在卖 至于克尔鸭的水就更深了 很多人没做功课 匆匆下手 买回来的小鸭子 长着长着就变成肉鸭了 这个是坎德基贼香贼香的白鱼鸭 这个才是克尔鸭 但是它们小时候吧 基本都长这样 如果你想看更多 迷倒鼠跟躺倒鸭的日常呢 记得点赞 投币 收藏 点赞两千时 更新算什么 还是养生比较重要 点赞五千时 作为医院之主 还是要按时给老伙计们发凉 点赞一万时 人类长肝 难道不就是为了做视频吗 我更新的速度 就像我发根的新陈代谢一样快 点赞过两万 我已经二十四个小时没有更新视频了 生产队的驴都不敢这么歇着的 点赞过三万 各位男老公女老公 今天想看点什么呢 是仓鼠 老鼠 鸭鸭 还是 我 鸭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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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